师资培育法 三条,用词定义,本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师资培育,指专业教师之培养,包括师资职前教育,教育实习及教师在职进修 二,师资培育之大学,指师范大学,教育大学,设有师资培育相关学系或师资培育中心之大学 三,师资职前教育课程,指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前 一,本法所接受之各项有关课程,包括普通课程,教育专业课程及专门课程 四,普通课程,为培育教师人文博雅及教育智业精神之共同课程 五,教育专业课程,为培育教师医师资类科所需教育智能之教育学分课程 六,专门课程,为培育教师任教学科、领域、群科专长之专门智能课程 第四条,师资培育之目标 师资培育应落实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之教育之能 专业精神及品德陶冶,并加强尊重多元差异 族群文化、社会关怀及国际视野之涵涌 为达成前项师资培育之目标 中央主管机关应订定教师专业素养指引及师资职前教育课程基准 前项课程基准,应服应高级中等以下学校课程纲要 幼儿园教保活动课程大纲之教学能力 并符合各项重大议题 第五条,师资培育审议会之设置及办理事项 中央主管机关应设师资培育审议会 办理下列事项 一,关于师资培育政策之建议及咨询事项 二,关于师资培育计划及重要发展方案之审议事项 三,关于师范大学及教育大学变更及停办之审议事项 四,关于师资培育相关学系认定及变更之审议事项 五,关于大学设立及停办师资培育中心之审议事项 六,关于师资培育教师专业素养指引 师资职前教育课程基准之审议事项 七,关于持国外学历修备师资职前教育课程认定标准之审议事项 八,关于师资培育评鉴及辅导之审议事项 九,其他有关师资培育之审议事项 前项审议会之委员应包括中央及职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代表 师资培育之大学代表 教师组织代表 教师,原住民族教育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 其设置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六条,师资培育中心之设置及师资职前教育和教育实习之办理 师资职前教育及教育实习 由师资培育之大学位之 第三条第二款师资培育相关学系之认定及变更 由中央主管机关位之 大学设立师资培育中心 应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其设立条件与程序 师资,设施,招生,课程,修业年限,停办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七条 办理师资职前教育应符合之规定 师资培育之大学办理师资职前教育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按中等学校、国民小学、幼儿园及特殊教育学校班之师资类科分别规划 二、各师资类科学科领域、群科师资培育内容及各类科名额 应报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实施中等学校、国民小学师资类科的依教学需要合并规划为中小学校师资类科 师资培育之大学办理师资职前教育课程 应符合师资职前教育课程基准及援助民族教育法之规定 第八条 入学资格及休业年限 各大学师资培育相关学系之学生 其入学资格及休业年限 依大学法之规定 设有师资培育中心之大学的甄选大学二年级以上级说 博士班在校生休息师资职前教育课程 师资培育之大学的事实即需要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 招收大学毕业生 休息师资职前教育课程至少一年 前三项学生休必规定之师资职前教育课程 成绩及格者由师资培育之大学发给休必师资职前教育证明书 第九条 持国外学历师资职前教育课程之认定及收费标准 持国外大学以上学历 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其已休必师资职前教育课程者 发给休必师资职前教育证明 前项认定及收费之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条 教师资格检定之办理 教师资格检定 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 教师资格考试 依其类科取得休必师资职前教育证明书或证明者 使得参加 二 教育实习 通过教师资格考试者 使得向师资培育之大学申请休息 包括教学实习、导师、集务、实习、行政实习、研习活动之半年全时教育实习 前项第一款教师资格考试 其参加考试之资格 报名程序 应减负之文件、资料 应缴纳之费用、考试方式、时间、录取标准、考试或录取资格之撤销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前项应缴纳之费用 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及特殊境遇家庭考生之报名费 得由中央主管机关着于补助之 第一项第二款教育实习 其教育实习机构之条件与选择 实习期间之权利义务、内容与程序、辅导与成绩评定 实习辅导教师与实习指导教师之资格条件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一条 合发教师证书之资格条件 符合下列各款资格者 由师资培育之大学造具名册 送中央主管机关发给教师证书 一、取得学士以上学位 二、取得修毕师资职前教育证明书或证明 三、通过教师资格考试 四、修习教育实习成绩及格 前项教师证书之格是 申请程序、审查、合发、换发、收费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二条 免参加教师资格检定之情形 以取得第七条 其中一类科合格教师证书 修毕令一类科师资职前教育课程 并取得证明书或证明者 由中央主管机关一前条第二项 所定办法发给该类科教师证书 免一规定参加教师资格检定